好刚才咱们说完了这个网络图怎么画是吧 有了网络图咱们是不是稍微可视化一些了是吧 然后咱们想一想咱们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形象表出来啊 咱们在训练网络的时候就是说咱们通过这个命令行 这个命令行会打印出来很多的Loss 以及每次测试的时候都会给咱们打印出来一个测试的准确率是吧 然后咱们想一想就是说这些Loss和准确率都是咱们衡量这个网络指标是吧 有的时候咱们是不是说希望把咱们想要现在得出来这个Loss给它画出来是吧 如果说光看了Loss怎么降咱们好像看不出来它一个确体的趋势是吧 一般来说咱们把这个Loss以及它这个Accuracy给它画成一个曲线图是吧 咱们就可以很好地看一下这个Accuracy是不是处于一个上升的状态 这个Loss是不是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是吧 那么这节课咱们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咱们怎么样 把它的Loss还有Accuracy这个图给它画出来 大家看就是说这里我打开了一个文件 就是说在咱们这个绘制Loss曲线这个文件夹下 有一个Loss.python这个东西就是说咱们可以自己写一个python文件 然后咱们通过这个python文件把咱们训练网络过程中产生的那些Loss以及Accuracy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之后咱们就可以用一个图的形式给它表达出来了 那么这里就是说关于代码咱们是怎么样把它画出来的 我估计大家也不用关心是吧 其实这些东西也没什么太难也没什么难度啊 咱们我只是给大家讲咱们怎么样用这个python文件 咱们去画这个事是吧 首先有一些必要的库啊 需要大家先安装好是吧 我估计啊这些库大家应该已经安装好了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南派库 然后呢有一个Metplop 那个Metplop啊 这个就是一个python的画图的库 这个库啊 这个库也是咱们经常用的啊 大家需要先把这个库啊给它安起来 如果说呢大家不知道这个库怎么安装啊 如果说在无邦兔下其实很简单 咱们直接啊速度pip install就可以把这个库啊给它装起来了 如果说在windows下咱们直接啊就是啊 百度一下找一个最好找一个.exe文件 直接能按上那最好了 然后呢下面说一点就是说 咱们要用卡币这个东西啊来做事了啊 在代码里咱们怎么样把卡币导进来啊 导卡币啊有点稍微麻烦一些是吧 咱们首先需要指定什么啊 看这点先把sys啊这个东西导进来 首先呢 咱们先先需要指定一下卡币的路径在哪里啊 如果说大家是头一次写这个卡币的东西啊 最好大家就是按照我这样的一个格式是吧 我先写上卡币的root等于什么地方 也就是说你卡币啊安在了什么地方是吧 然后呢后面啊就是说 你要用卡币的一些Python东西是吧 所以说呢你需要把用这个sys啊 点pass点insert啊 把咱们这个库啊导进来是吧 一旦比如说让你这个ide啊 或者说让你这个代码啊 知道你这个卡币啊在什么样的地方 那么你做完了这两件事之后啊 你在import的卡币啊就可以把卡币导进来了啊 就是说你没有做前面这两步 也就是说我现在化解这两步啊 你在导卡币的时候啊 可能卡币啊出现找不到卡币的现象是吧 就是说你还没有指定卡币的安装路径 咱们最好啊就是说按我的现在这样的一个格式啊 把卡币的路径啊给它指定好 然后呢咱们再来做这个事 然后指定好之后啊就是说咱们用卡币的时候 一般需要先设置应点基本的参数啊 就是说如果说啊你是用这个GPU的环境啊 你就可以点卡币点Site Mode GPU啊就是说把现在的啊运行环境设置成一个GPU的环境 如果说啊你像我似的我一般啊我没有装那些 我觉得比较麻烦啊我没有装复杂那个东西啊 没有给大家演示啊 其实我用不上这个GPU加速啊 我就直接装了一个CPU的版本 那么我可以直接啊卡币点Site Mode的CPU是吧 直接用CPU来做啊 如果你是GPU你就在这把CPU三个字改成GPU啊 然后你改成GPU之后呢 一般来说啊就是说我估计大家也是只有一个想卡是吧 如果说啊你只有一个想卡 那你就不用写这个了 他默认的这个device默认的你这个运行的GPU设备啊就是0是吧 如果说你想如果说你有多个GPU哎 你也可以在这写Site Device啊 第0号GPU啊第1号GPU啊啊 你都可以在这设定 然后呢然后啊咱们就要在这里啊订一个SOVER了 就是说咱们想去迭代这个网络想去训练这个网络是吧 咱们在这里啊用SGD啊 就是说咱们通过SGD的方式 然后呢去迭代优化这个咱们之前写好那个网络的配置文件是吧 那么在这里啊咱们传到这里的不是说网络配置文件 而是说啊咱们传进来的哎我们看是一个SOVER.proto.t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咱们传进来的我看这呢 就是这个SOVER.proto.t 就是说把咱们这个超参数的文件啊 给咱们这个呃代码传进来是吧 咱们就需要把这个超参数的配置 哎因为这个超参数配置里啊 已经包括了你网络定义的位置是吧 所以说呢把这个文件啊传到哎咱们这个代码这传到咱们这个代码里啊 咱们这个代码就能够去运行哎这个网络训练了 然后呢咱们在这里啊需要指定一些东西就是说咱们希望迅迭代多少次呢 哎比如说在这里啊咱们可以写下我们假设说希望迭代个1000次 然后呢在这1000次当中啊我们要每200次进行一个测试 那么每200次进行一个测试啊就是说每200次咱们有一个accuracy的一个值的一个点了是吧 咱们一会就要画这个东西 然后啊后面这个代码后面这个代码我估计呃大家就不用去太关心这个东西啊后面的代码就是说呃咱们是把这个啊 咱们是把这个曲线图啊怎么样画出来的啊就是说后面这部分都是一些画图的操作了啊 大家直接呃到时候啊我会把咱们这个课上所涉及到的所有的文件啊都发给大家的啊 咱们直接啊用这个文件来画这个图啊就可以了啊就是说怎么画的我估计大家也不会关心这个事儿的啊 其实呃说说难度啊也没有什么太大难度啊只是说去画这个东西 好看在那 在主文件夹的Copycase里边这个绘制loss曲线啊这个loss.python 好那么下面啊咱们就进入这个啊loss.python啊咱们实际来画一下 然后呢我们先运行一下pythonloss.python 我看一下没有什么错误的啊 应该没有什么错误了 它一共就迭代个1000次 那么这个代码意思啊就是说呃我边训练网络哎然后呢我还要边记录这个loss值 当你网络这个训练完之后啊我会把哎网络训练网络时候啊记录的这些loss啊以及记录的这个这些accrease啊 就是说这些点呢画成一个折线图的形式 然后呢我们看最后有个plt.show啊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折线图的形式啊给大家呈现出来 然后如果说大家想把这个啊画的图啊保存下来我们也可以在代码上再加一些像是plt.cfg啊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图像给它存下来啊咱们这些课咱们就单独的先来看一下画完的图啊先长什么样啊 咱们要看这个画完图长什么样咱们是不是说迭等这个网络训练完啊迭代个1000次迭代完之后咱们才能来去看这个是吧 所以说啊咱们现在你稍微的耐心的等一等看等这个网络啊他现在迭代了200次了我们定义啊就是说迭代到1000次是吧他等他到1000次的时候咱们再来看一下现在loss啊长什么样是吧 那么其实啊就是说啊现在给大家讲的这些可视化的东西啊我觉得还是都是挺有帮助的啊一般来说 嗯loss曲线一般来说我其实画的并不是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一般从这个命令号上一打眼啊就是能大概看出来了 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想写论文呢或者说是想跟老板汇报啊跟足底讨论啊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把这东西呈现出来的是吧 因为你不能你说你在这个命令号里你截个图然后去跟别人说哎我这个loss得多少你看这个loss看那个loss是吧 看这个东西太不明显了咱们还是需要一个图的形式表达出来是吧 咱们呃尤其是在学校实验室开会啊或者是公司啊一些汇报的时候啊咱们都需要用一种比较直观比较可视化的东西啊表达出来是吧 一旦咱们用咱们把这个网络也画出来咱们把这个loss也画出来是吧啊数据源哎也可以说说明白了 那么这个东西啊其实别人看来啊比较好理解是吧咱们啊主要是为了这么一个事啊下面啊咱们就稍微的等这么一会儿等他到1000的时候啊咱们这个图就出来了 我现在这个训练很慢啊就是说训练为什么慢呢因为我现在是一个cpu的模式啊cpu的模式现在比较很慢 因为啊我这个呃其实啊我不是用这个笔记本来跑去练的我平时啊都是拿服务器的 但是呢如果说啊我连到服务器上我只能通过命令好的形式给大家呈现出来 就是没办法给大家看到一个界面化的东西 所以说啊我又搭了这么一个虚拟机啊然后在虚拟机啊在虚拟机里啊就配了这些环境给大家呃通过一个有界面的东西啊给大家演示一下 咱们这个训练网络啊还有咱们画出来的东西啊到底都是长什么样的 好了然后900次了马上咱们就要画完了 哎呀第900次还是蛮慢的啊可能最后一次啊最后一次这来测试啊测试的时候稍微慢的那些哎画好了我们看伪的晃大哎这个就是咱们现在画出来的图是吧 咱们一共迭代多少次啊一共迭代了1000次是吧所以说呢咱们的横坐标啊就是咱们的迭代次数从12到1000是吧 然后呢咱们看咱们的纵坐标咱们的纵坐标有两个值一个是Loss值是吧Loss值呢就是咱们蓝色的一个东西啊我们可以看啊就是说通过这个图啊咱们能看到哎咱们这个Loss值啊是处于一个不断下降的趋势是吧 但是呢它并不是说啊就是说哎一溜烟的一口腥的往下走它是出现了很多波动是吧我们看这点这里它是不是出现了很多的波动是吧就是说呢它是朝着一个收点的方向但是啊它不会说就是说哎像一条斜线一样一条一溜烟的直线 直接跑下去它会出现很多的浮动是吧哎这些浮动啊是避免不了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咱们在训练网络的时候咱们要很咱们很注意咱们需要注意这个学习率的事是吧如果说呢你学习率太大了那么这个浮动啊可能会浮动非常大是吧一旦来说这块一下浮动上去了那它再能不能下来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啊一般来说咱们需要让学习率啊随着你的迭代次数增加 而不断的减少那么这个就是啊咱们刚才画出来的对于咱们刚才那个minutes的啊就是说咱们手写字体识别吗不是有那么十个数字咱们去识别一下这十个数字就是说做了一个十分类咱们看一下十分类的一个loss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的啊咱们这个loss其实收敛的还算不错的 然后呢这个红色的线红色的线就是accuracy啊就是说我这个啊重坐标啊它有两个一个是loss的重坐标一个是accuracy的重坐标在这个accuracy的重坐标上我们看有红色的线是吧这个红色线就是说每200次它有一个那么每200次啊我们去记录一个accuracy的点是吧我们也看啊就是说accuracy啊是处于一个不断上升的状态那么可能啊咱们如果说在训练迭代次数再多一些这个accuracy的效果可能还会再往上 哎越来越趋近于咱们这个1.0了是吧那么这个东西啊就是说给大家讲了一下啊咱们怎么样就是说训练网络的时候啊咱们顺便把这些网络上的一些参数啊给它保留下来比如说accuracy啊这个loss啊都给它存下来是吧那么咱们一旦等这个网络训练完之后咱们就可以回过头来去分析一下哎现在这个网络怎么样了是吧哎有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啊这个挥制loss这个东西啊一方面来说啊它这个东西也不难是吧咱们只需要通过嗯这样的一个代码是吧 到时候会把代码发给大家只只需要通过这样一个代码啊咱们就可以完成这样绘制一个loss的操作啊还是蛮简单的啊大家到时候也可以自己实际的啊去玩一玩